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我们接下来肯定还是让会的人先玩起来 然后去教不会的人 然后不会的人也变成专家 也带动起来 这是我们垂直用户群的带动 如何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韩昆一直播的商业模式相比 同行已经巨变了 比如说我们在电梯里会看到海报 说请到京东购买或是天猫购买 或是去百度一下 但一直播相关的广告是 想看什么直播请上一直播 因为一直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心了 以一直播的一件事为例 京东旗下有一个欧利微蓝橄榄油 找了一对明星夫妇 在橄榄油的中央厨房里去做一顿饭 他呈现的方式就是用直播 他最后选择的是一直播 其实他也只能去选择一直播 因为这些明星的粉丝都在一直播上 而一直播的粉丝是和微博互通的 他这边一直播 那边马上就发消息过去 所有粉丝都看到了 对我们一直播来说 他需要去把他做饭的过程给直播出来 他就需要来找我们 他就需要我们推广 他就要付给我们广告费用的 这个还不够 他还需要去分众传媒投了很多电梯海报广告 而且他自己的限价 所有的超市也投广告 所有的广告都指向 要到一直播上去看 最终厂商找了明星 还要给我们广告费 并且他投的所有的广告 都要有我们的广告 这样的话 我们特殊的媒体属性 使得我们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中心 我们去往这个做下去 就已经和打赏不一样了 要知道打赏的钱 是要分出去的这个 说是三七分 其实一半的钱都分出去了 但广告的收入就都是我们的了 此外 一直播还在开发自己的广告系统 比如我举一只手 就在我的手上出现一个加多宝图像 或是你送我一个加多宝 我就在直播里接了 再比如说电影要宣传 我一伸手 这个金箍棒就出来了 这上面还有一个大圣归来 这个应用到了手势识别技术 近期就会上线 直播洗牌期过了吗 韩坤 直播的门槛很低 但是如果说大家要是想做成一个全民直播 一个好的娱乐性的直播 这个时候 这个门槛又很高 那国内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去做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微博再加上腾讯 二者都有它的社交用户群体在 在中国多少年诞生了一个微博 多少年又诞生了一个微信 谁能去把这个微信去颠覆 那可能是视频类的这种直播的社交 在我看来 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视频主要是呈现的内容 你比如说我们俩交流 我可发一个语音文字给你 我们俩进行交流了 但你拍一个视频 我拍一个视频进行交流 这是很扯的 对于一些小平台 只要找两个美女在那地方唱啊跳 活下去 发发工资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想做大很难 这样投资的价值就没有了 因为投资人投资的是行业领域 是希望获得一个更大的回报 所以说现在洗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是最年纪录的 我们在前面的设计